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坐標空間中O是原點 那點P是在第一掛線 我們想要的這個空間可以分成八個掛線 第一掛線就是X坐標、Y坐標、Z坐標都是大與零的那個空間 以致直線OP 跟X軸有一個夾角四十五度 我覺得這個夾角這是四十五度 那就是說這個向量長度是1 這個向量它的方向與弦 第一個方向與弦就是cosα 這個我們叫α cosα是等於三個根號二分之一 第一個方向與弦是等於二分之一 好 那P點到Y軸的距離 P點到Y軸的距離 這是直角 這個距離是多少呢? 是等於三分之根號六了 這個就是Beta 就是說這個向量 單位向量跟Y軸的夾角 這個我叫Beta 那我們知道這個sinBeta是多少呢? sinBeta 就是等於這個對邊嘛 就是三分之根號六 所以這個 除以斜邊 這個是等於三分之根號六 那麼呢 cosβ 就是第二個方向與弦 就是等於多少呢? 就是等於三分之根號多少 三的平方 減掉根號六的平方 就九減六是三 所以這是根號三分之一 第二個方向與弦 好 那麼現在他說呢 我們應該是選出P點的坐標 那P點的坐標 你就把P點投影到什麼呢? 投影到去走上去嘛 這是九十度嘛 所以你只要知道它的方向與弦以後 然後再把它投影過去 就是答案 所以我們現在要求什麼呢? 求第三個方向與弦 就是這個op 跟走的恰恰 叫cos 那麼假的 三個方向與弦的平方等於1 cosα的平方 加cosβ的平方 加cosγ的平方 加cosγ的平方 這個是等於1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那我就曉得 cosγ的平方 這個等於多少 1減掉多少呢? cosα平方是二分之一 再減掉多少呢? β的平方是 cosβ的平方是三分之一嘛 這是六分之五 加起來六分之五 1就六分之五 是等於六分之一啦 所以cosγ是等於多少? 等於呢 根號六分之一 好啊 所以它這座標 這座標的話就等於多少呢? 它的這座標 就是等於1 就是等於1 cosγ 所以是等於 根號六分之一啦 這是根號六分之一啦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4啦 上下有理的話 上下乘以根號六的話 就是六分之更號六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4 應該要選4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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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